这个主持激情大奖这么久了 肯定有好多好玩的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一下评委吧 太好了 主要说评委 我们第一次主持 然后评委他们其实也都是第一次当评委 就是阿朵 柴志平 还有陈宇凡 他们之前都没有当过评委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很兴奋 就是降着一口气好像干点事的感觉 让你这说这仨人啊受委屈 受多少点 我跟你讲 评委出头了 陈宇凡跟阿朵他们每个人都有些特质 你们不都看的时候 你们就能感觉得到 陈宇凡是属于那种 其实挺凶悍的 对 就说话很直接 他能质问你 行 这是野兽 来 来 等会儿吧 野兽 野兽 你 出去 他不这样 他会说你来这个节目干嘛呢 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个舞台 就这么 或者说 或者他会说 我觉得你最好可以改行 就这样说话 这太狠了 阿朵是什么 阿朵说 哎呦 我舍不得他 哎呀 我又为难了 你为什么要退职婚期呢 他们都说 哎呦 你怎么那么长得像 郭德纲呢 我真不舍得把你淘汰了 他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就是他 他不忍心去做出一些决定 他们与凡坐在一起 对观众就是打一巴掌揉一揉 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两个人个性很鲜明的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对 柴志平老师呢 柴志平老师在这中间 应该是一个中间人的 柴志平老师挺有意思 柴志平老师喜欢说人穿衣服 我跟你讲 你现在把你的裙子往上再提一厘米 往上 等一下你怎么弄 没关系 我不会让你漏 你再提五厘米 都提到这了 你再往上走几厘米 然后女生就想 老师不能再提了 老师的真实情景是这样的 把裙子往上提五厘米 再提五厘米 提 阿朵没说你 其实宇凡老师坐在两个女评委中间 他其实作为一个男人 坐在两个女人中间是很难做人的 对 他一方面要顾及这边的感受 一方面要顾及那边的感受 其实他只能以酒来醉自己 他喝酒 对 你知道我们搞电视的 就是经常录节目要录到后半夜 所以为了提神 他只是在那个杯子里面 大家都喝那个水 他就喝那个白的白酒 之前我也在一个节目里面做评委 和我一起有一期是锦锋山 我们就放着茶水 他那桌子底下大瓶的啤酒 大瓶的啤酒 主要差不多 他等的那脸茶越来越厉害 越厉害 现在来了两位花牢 硬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没查上话 琪铃你看现在表情多微 特别委屈 没说的少 琪铃你要相信一句话 就是青出于吶盛德纲 琪铢 亲出于吶 青出于律胜于来 再一个儿子 不要紧的 他们就来这一次 你常年在这 不要紧的 这个你们两位来了 也说了半天了 不能就这么便宜你们 我们有规矩 每一位来的嘉宾呢 都得给我们表现一个才艺 两位 是唱一个还是演一个 这样吧 你说 因为我们主持的是唱歌节目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说话 别人都说我们俩是画牢 那我们俩就觉得 我们其实每次听人家唱歌 怎么还有人说你们俩话牢 刚才好像有 说了这谁说的你说 谁说的告诉我 我要请他吃饭 这人怎么这么耿直啊 请自己吃饭啊 我们唱一首彩虹吧 我唱彩虹天堂 哦 我明白了 唱完彩虹给你送上天了是吗 这俩爱着这俩爱着 对对对 先放松松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欣赏一下 自己 请不吝点赞 这种感受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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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